大家好,我們現在的所在地就是在一個高屏地區結石雷雷的一個果園 那這麼漂亮的果園呢,它其實就是透過IPM這個策略去進行管理的喔 那大家有沒有聽過IPM呢?所謂的IPM,它的架構裡面其實有預防、監測跟治療 那IPM呢並不是說完全不使用化學藥劑,而是在正確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謹慎用藥,然後換得安全以及健康 那這裡可以生產這麼漂亮的百香果,其實是充分利用了高屏地區的天時、地利和人和 天時呢就是利用這邊冬天溫暖乾燥的環境,配合產期調節來做生產 地利的部分呢就是利用了一些現有的往事來進行栽培 那人和的部分呢,我們就是利用IPM的一些管理技術 然後整合來生產這麼漂亮,而且無獨的一個春季百香果 嘿!大家好!我是高雄區農業改良廠,果樹研究室李文豪 那為什麼要來這裡呢?那個許大哥他投入栽培三年 那前兩年在栽培上面教育經驗 那到改良廠農民學院上課以後,習得李曼技術 那藉由日日請李曼,在採光跟通風部分獲得了改善 在並從他的防治上相對更為輕鬆 走!跟著我去看看 嘿!許大哥 你今天李曼理得很漂亮耶! 沒辦法,因為之前兩年,那個李曼都沒有理他 結果那個日照很不好,品質不好 今年就是多花一點那個人力把它整理好 這樣通風比較好 感覺好像毛病沒有那麼多啦 國品的那個品質轉色都好像有進步了 我今年就是採那個珠具90公分 然後母曼到那個棚架下的時候 把它剪斷 然後這邊就是說留那個棚架下的六條紫曼 這樣一二三四五六這樣 就拉出去,就是剛好那個十五公分一條這樣 欸!許大哥那你怎麼會想要來種植百香果 喔!這個說來話長 就是三年前喔,有在那個離港 離港一個協會喔,他有邀請你來上課 我有去參加 聽到你介紹這個百香果的產業喔 聽起來好像不錯 就是說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那個採收到五六月結束之後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天氣非常炎熱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結束了 就欸!可以你說可以放暑假 那這一點就會吸引我啦 大家就是聽你介紹起來 好像那個產質還不錯啦 就試著說把它改變一下 之前我都種那個小黃瓜苦瓜之類的 那個也是勞力喔 非常那個需要勞力的 人力那工錢工人不好請 所以說改種這個百香果試試看 許大哥你今天植株看起來生長是很漂亮欸 你有種植健康種苗嗎? 當然是有 因為我有到那個改良場上過課 然後聽老師介紹 說百香果還是要選購有認證的那個種苗場 這樣就減少那個病毒的那個發生的機率 許大哥那個雜草對農民來講是很頭痛的問題欸 但我看你的果園好乾淨喔 你有沒有什麼撇步可以分享給大家 OK 因為這個確實啊 除草的部分應該是很費人力啦 因為我第一年喔 種百香果的時候 沒有經驗嘛 都用那個除草劑 結果發現除草劑對那個百香果真的傷害很大 因為我一噴過去之後幾天 那個尾部 那個尾端的時候 那個尾端的時候好像 那請說小長牙呢 然後 後來我就改用益草劑了 那發現益草劑 當然啦 起初那個成本是比較高 然後之後 他可以連續用好幾年 重複使用 所以 算起來 比除草劑應該是比較OK啦 用這個益草劑 好像好處比較多啦 雜草不會重生 又不會傷到根系 寒流來的時候又可以保暖 我是感覺是這個樣子啦 好的 那大家剛剛看到透過良好的一個枕枝裡蜜 以及田間衛生管理呢 可以達到一個非常好的預防效果 那在整個IPM的架構裡面 事實上還有兩個重要的步驟 就是監測以及治療 那今天非常高興呢 我們邀請到高雄區域農業改良廠 紫寶研究室的陳明寅 來到這個屏東縣九如鄉的太豪農場 嗨大家好我是民營 好的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一起到太豪農場裡面去看看 這個農場主是怎麼做病蟲害的監測 以及治療吧 我們今天來到中青泰大哥的果園 那他種植百香果已經有三年了 我們高雄廠呢 大概在前年年底的時候呢 進來大哥的果園 進行一些病蟲害的監測 那有發現什麼病蟲害嗎 因為在網室裡面 所以百香果裡面 大概常看到的蟲害 都是小型的害蟲 譬如說像紀瑪類啊或西蠻類 那如果說天氣有飄雨的話呢 其實也會發生一些疫病啊或探距病 不過這些病蟲害啊 只要掌握適當的防治時機的話 其實要控制它 其實不是很困難的 那中大哥他自己也表示說 他其實在今年來講的話 他的防治成本已經可以降到 一分地兩千塊以下喔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 那大哥他自己也表示說 他這樣子做 不僅他降低了他的生產成本 那也賺到了他自己的健康 嗨 東大哥 你在嗎 你在嗎 大哥你在做什麼 在那裡 真的喔 你在做什麼 這是蜘蛛喔 有兩三個蜘蛛怪怪的 來什麼問題 對呀 老師看看是 是 是蟲害還是病害 我搞不太清楚 還是病毒 我幫你看看一下 喔 大哥 你這蜘蛛喔 都這樣尿尿有沒有 做做的 其實你看他那裡 那裡還有一些木栓化 這是蜘蛛怪的 就是蜘蛛 蜘蛛 蜘蛛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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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他在那裡 蜘蛛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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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蜘蛛怪的 但是這裡還有一隻喔 還沒什麼樣的 這隻喔 不然做什麼 一隻喔 這個 那個 那個 你的觀察一次好 你看啊 他這個 亂一種疼蛛 你看你看他蜘蛛怪よ 蜘蛛怪的 蜘蛛怪的 變得很小小 蜘蛛怪 的 蜘蛛怪的 蜘蛛怪壞 這個就有的 蟘蛛怪 Io 這就是蜘蛛怪的 所以兩種症狀是 不一樣糟謀 所以卫蜛怪 ouv都沒有這麼一樣 老師來 剛好我撒不撞 搞不清楚 老師這樣 異語道破 我來 慢慢慢慢 我再觀察一下 應該是沒問題 這樣分辨 你在餐裡面會看 會啦 我整地開始種的時候 就先掛補蚊燈 幼童燈就開始運作了 然後呢 在生長初期呢 苗種下去 苗的上面 50公分的地方就掛 黃色蓮板 還有藍色蓮板 然後間隔先掛 隨著新糟生長呢 蓮板跟著移動 隨時再保持新糟上面 50公分到1米的位置 到了開花結果 如果以後呢 就使用石灰瓢 一些無土的房子資材 使用到目前為止 小群同類 控制的還得以 我另外 另外 和我們農友跟大家分享 這也是 高雄西改良長 給我真好的建議 還有感到學校也真好 建議我說 隔離網呢 所以說一舉三得 可以防止光害 可以防止淋填污染 最主要它可以防止 小群溫蟲做一個隔離 一舉三得 黃氏百香果呢 它的病蟲害相對單純 所以其實植株只要進入開花結果期 我們用安全之材來做防止是足夠的 那安全之材選擇的種類呢 大概可以用可視性硫磺粉 礦物油 或石灰硫磺合計 這些來做一些病蟲害的防止 那如果說您擔心雨季的話 會有疫病的問題 也可以在雨季來臨前 大概二三月的時候呢 試用這個中性化的啞鈴酸 那它可以提高植株的抵抗能力 那一般來講 可視性硫磺粉 礦物油或石灰 指揮硫磺合計 我們會建議傍晚試用 這樣子可以避免植株有要害發生